Hello大家好,我是Cherry,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如果你有看过我这些影片的话应该知道 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关于我自己用Seeking Alpha的心得 Seeking Alpha是一个整合各个方向的一个投资社群 上面有很多专业的分析文章 文章也写得很客观 如果你有用过或是订阅他们家产品的话 你应该知道 他们跟主流媒体邀请的那些分析师比 有非常大的差别 这也是我一直以来都有订阅跟参考Seeking Alpha的最主要原因 那不只是分析 基本上你对一家公司所有你需要了解的数据 他们都帮用户准备好了 对于有经验的投资人来说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帮助的支援 那对于投资新手来说呢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可以让你学习找资料的地方 那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的是 Seeking Alpha独立的一个研究机构产出了一个服务 叫做Alpha Pick Alpha Pick是一套透过他们自己内部的分析团队 独立研究 分析全方位的数据 透过各种不同的指标来打造而成的一个投资组合 目前他们的Portfolio有37家公司在上面 那每一家公司呢都有明确的标注Rating 像是Strong Buy 就是强烈建议购买 然后也有Buy跟Hold Rating 那这边呢也会明确的告诉你 这家公司占整个投资组合的百分比 然后如果你点进去每一个Rating 它都有很详细的分析 告诉用户说他们背后投资的逻辑 还有为什么会是这个Rating 那你也可以看到Alpha Pick选取这家公司的时间点 还有到目前为止投资报酬率是多少 重点是什么呢 重点是这个Alpha Pick的Portfolio 跟S&P500大盘指数的投资报酬率的比较 都非常清楚的写在他们的网站上面展示给你看 你可以看到他们从2022年开始这个Alpha Pick的服务之后呢 根据这个建仓的历史数据 到目前为止是全方位跑赢大盘的 那这个Alpha Pick的投资组合 到底是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呢 它其实就是给你一个Portfolio 然后每一次他们有做调整买入或是卖出的时候 都会发email告诉你 然后投资人跟用户呢 就可以按照他们这个Portfolio 去建立一个属于你自己的Alpha PickPortfolio 有一些人会根据他们的分析还有选股 来创建自己的投资组合 那有些人呢 则是直接照抄功课 那照抄功课的话 你的投资报酬率就会跟着他们这个Portfolio走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他投资的几家公司 首先呢 就是最近最受欢迎的这个叫Super Micro Computer 超为电脑 那他们买入的时间是在2022年的10月15号 那我们可以看到2022年的10月15号到现在呢 基本上已经涨了10倍了 这边显示他有一个这个800%的一个return 然后占整个Portfolio的holding 8.36% 然后现在的rating还是一个strong buy 那另外大家熟知的meta 它们是在2023年的8月15号购买的 2023年的8月15号呢 到现在大概也有个50%左右的return 对吧50% 然后这个呢现在是一个hold 意思就是说呢现在暂时先hold住 不要去动它 占Portfolio的2.36% 那我们来看一下亏钱的啊 那上面这边几个都是绿色嘛 大部分都是绿色 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边 有大概六个是目前亏钱的 那亏钱呢 这几家公司的sector 好像就是主要是在能源股跟这个healthcare 那推流呢 现在是虽然亏了13% 因为他们是2024年2月1号进场的 那时候价钱可能比较高 但现在的rating呢还是一个strong buy 那我自己这几个礼拜使用下来的感觉 就是alphapeak的概念 其实很像是一个主动管理的ETF 或是像是Berkshire 巴菲特的这种holding company 只是说你可以按照他们的这个投资组合去建仓 或者调整你自己的仓位 不像传统的ETF 每年付一个百分比的管理费 alphapeak是靠订阅的模式去收费的 用户可以看到他们当下的portfolio 还有实时的portfolio更新 然后每一次收到更新的提醒之后呢 你自己去操作 或者选择你要怎么调整你的仓位 另外一点就是虽然你要自己去操作 但这个操作的频率并没有很高 他们一个月顶多就是给你发 两到三次的加仓或是减仓的讯号 除此之外呢 他们每个月会寄给你一份电子报 里面会告诉你 所有你需要知道的数据跟决策模型 大部分的时间呢 你可以阅读他们提供的研究资料 来帮助你了解 为什么他们要选择加仓或是减仓 持有这家公司 那我觉得alphapeak跟买其他ETF 比最大的区别就是 alphapeak让你自己学习的成分比较多 虽然他会告诉你什么时候买 然后什么时候卖 买卖多少 但是你可以透过他们的量化研究 来了解他背后的投资逻辑 因为投资最主要还是你自己的事情 你必须对你自己的投资负责任 假如你只是单纯的定投 S&P500大盘ETF的话 那就是完全看整个市场的表现 我没有说这个不好 其实这是很好的 但这就属于比较被动的投资方式 如果我们去看历史数据的话 alphapeak的投资组合表现 目前来看是跑赢大盘很多的 那当然过去的表现 不代表说就一定会反应在未来 所以alphapeak在过去两年的时间跑赢大盘 不代表说他在接下来的五年 十年一样也会跑赢大盘 这个是需要时间去验证的 所以我自己呢 是抱持着一个实验的心态 在IB上面开了一个账号 专门去实测alphapeak的表现 那之后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 这个账号的实验结果 我相信你一定听过这句话 就是大部分的hedge fund 对冲基金 还有很多actively在manage的fund 其实最后都是跑出大盘的 只有极少数的机构 可以在长年下来持续跑赢大盘指数 所以我自己也很好奇 alphapeak在之后的表现 因为他们有一整个分析团队 在研究跟量化分析 而且他们没有一个单一的投资风格 像是巴菲特就是价值投资派系的 那Kathy Wood木头姐呢 就是偏向破坏性创新的方向去做投资 alphapeak的话 他们是根据总体经济 还有目前的趋势 来寻找当前最有吸引力的投资对象 他们参考公司的基本面 包含价值 成长 盈利能力 价格动能 和修正的forward looking收益预测 来找市场中最吸引力的投资机会 其实背后的原理还是一样 都是用大数据去做一个选股的模型 然后就像我前面讲的 alphapeak不太会去给出频繁的交易 因为他们对自己的研究比较有信心 所以通常进场之后都会让他跑一阵子 大部分都会hold超过一年以上 然后他们选择的上市公司 最少都要有5亿美金以上的市值 代表说他们不会去炒一些偏门低市值的股票 那另外一点需要讲清楚的就是 alphapeak它不是一个ETF 他们没有实际的去管理资金 他们只是单纯的去产出量化的研究 好啦 那以上就是关于alphapeak的一个基本介绍 我自己已经拿出了一点闲钱 在IB上面建立一个跟他们一模一样的这个portfolio 想说来实测一下之后的表现如何 那还是一样 以上呢都不是投资建议 我只是单纯的分享我自己的实验 还有介绍一下alphapeak的服务 之后有机会呢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实验的结果 虽然说alphapeak看似是一个不错的投资组合 而且它是属于主动管理的模式 但是我自己呢还是有一大部分的投资组合 是在被动的大盘ETF上面 像是VOO 这一点有必要跟大家公开透明的讲清楚 最后也感谢seekingalpha赞助今天这期影片 如果你对alphapeak感兴趣的话 我会把连结放在影片底下的资讯栏 现在透过我的连结注册alphapeak的话 就可以得到50块美金的订阅折扣 那最后我还是要说一下 alphapeak的订阅其实不便宜 它一年的订阅费用是500块美金 原价就是500块美金 但他们也是花了很多的时间还有钱 在收集大数据跟做量化分析 所以他们团队的目标呢 是希望能够提供用户的价值 可以远远超过500块美金一年 而你不只是可以在投资上面 有可能获得高于大盘的报酬 也希望可以透过他们的研究 来让你学习到怎么选股 那今天这集影片就到这边了 我们下次见咯